大家好,欢迎收听真情故事会,金店里,李强大声训斥。 你妹生个孩子而已,你为什么要送这么金贵的东西? 她指着手机上的照片,我妈过生日,你才送她不到一万块的护肤品。 在你心里,你妹生孩子,比我妈过生日还重要吗? 我有些不可思议,我就这一个妹妹,她从小就身体不好,生孩子遭了很多罪。 再说了,我送她礼物怎么了? 我花的是我自己的钱,又没找你要,见我语气不好。 李强笑嘻嘻地拉着我的胳膊,解释道, 我就是觉得你妹妹生孩子也不是什么大事, 而且现在金子这么贵,多不划算啊。 咱们俩马上要结婚了,你的钱也算是咱们夫妻共同财产,要省着点花。 我瞥了一眼金价,七百二十六元。 和前几天比起来,每刻确实又贵了十几块。 可我并不在乎,妹妹身体不好,和我有很大的关系。 高中的时候,爸妈意外去世,是她毅然决然地退学打工,供我上大学。 为了一天八十块的工资,她泡在水里挖偶,一泡就是五年,这才留下病根。 而我能顺利读完大学,有个好工作,全是托她的福。 现在她生孩子,别说几万块的金手镯了,就是开口要我一个肾,我都二话不说地给她。 我没理理强,转身就把手镯买了。 我还没和你结婚呢,就嚷着把钱省给你。 等结婚了,我是不是连买双袜子的权利都没了? 不欢而散钱。 我盯着她,你妈生你养你是辛苦,但不是娶了我才开始辛苦的。 你觉得心疼,就自己去孝顺,别强加在我身上。 去岳子中心的路上,李强一直给我打电话,我都没接。 我们两个是大学同学,在一起好几年。 这期间,她一直对我很好,可最近不知道怎么了。 一涉及钱的事情,她就会以各种理由,让我给她妈买东西。 说什么,她妈独自把她抚养长大,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委屈之类的。 每次她一嘟囔,我就会想到我妹对我的付出。 所以,即便她妈对我并不友善,我也都尽力去满足她的需求。 我不祈求李强能对我妹多尽心尽力。 可她千不该,万不该,不该阻止我对妹妹好,更不该拿她妈和我妹做比较。 这不跟我和她妈同时掉进水里,问她先救谁,是同一个道理吗? 思绪缠绕,直到妹妹给我发来小宝宝的图片。 然后说爸妈要是还活着就好了的时候。 不知怎么,我突然想到李强的妈妈。 片刻后,我点开微信,给刚加上的金电销售转过去五万块钱。 同样的镯子,再给我留一只。 我妹的老公是军人,工作特殊,没办法陪在身边。 所以她刚怀孕,我就把她坐月子,带孩子的事情,统统揽了过来。 只是我刚进屋,还没来得及和她说句话。 她就说,姐,你把镯子退了吧,这么贵的东西,你得赚多久啊。 她眼睛红润,而且我不配拥有这么贵的东西。 听到这话,我直接愣住。 她平日里也会叫我别乱花钱,让我把钱都留着给自己花,但她从来不会说自己不配这种话。 我觉得蹊跷,大量一翻后,我夺过她的手机。 这才发现,李强在我这吃瘪了以后,把所有怒火都发在了我妹身上。 她说,你一个初中都没念完的人,就知道吸你姐的血。 你姐,你姐,有你这么个妹妹,真是倒八辈子血没了。 你一年能赚上五万块钱吗? 随随便便生个孩子,你姐就给你买五万块的金镯子。 你要是生一窝,你姐还不得买破产了。 李强发了一大堆。 最开始,我妹还会解释一下,后来根本解释不过来。 最后一句话,停留在李强说,收礼物之前先照镜子,看看你自己配不配。 我气得眼泪噼里啪啦地往下掉,我亏欠多年的妹妹。 心疼她心疼到,就连她生孩子,我都恨不得替她生的妹妹。 居然被她这样欺负,兜里的手机还在不断震动。 我拿出来就要破口大骂。 结果李强掀我一句。 她说,知道错了吧,反思完了就赶紧给我妈转一百万,证明她比你没重要。 我那句转你妈,臭傻逼刚要脱口而出,硬生生被我憋了回来。 我突然知道,她最近为什么如此异常了。 因为上个月我写的小说,卖了五百万的影视版权。 钱汇过来的时候,我正在洗澡,恰巧被李强看到了。 而我洗完出来,给我妹买了个新手机,没给她妈买。 她就生气了,一整晚没和我说话。 然后第二天,天还没亮,她就逼问我,你会对我妈好吗? 当时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有些不耐烦,说,我对她够好了,让你妈对我好点吧。 现在想来,是我的回答让她不满意了。 所以她要帮她妈争个地位,比我妹更重要的地位。 我强忍着不快。 在我妹担忧的眼神下,我温声细语地回答道, 知道了,我今晚回家吃饭,有惊喜给你,把你妈也喊上。 我承认,我不是什么大度的女人,写小说久了,甚至内心有些黑暗。 那些伤害我身边人的人,都得付出代价我才开心。 电话挂断后,看着瘦小的妹妹,我心底一阵酸涩。 我坐在她床头,将银行卡余额亮给她看。 我写的小说,赚了很多钱。 说着说着,眼睛开始发色。 姐姐没辜负你的期望,以后我会赚更多的钱给你花,给你的女儿花。 我摸摸她的头。 我们文文是天底下最好的妹妹,所以配得上所有好东西,知道吗? 到家的时候,李强母子二人正在吃饭。 看我回来,李妈妈一改往日对我的嫌弃,十分殷勤地说, 小雅累坏了吧,快坐下来吃饭,阿姨包了你最爱的饺子。 我内心冷笑,果然有钱能使鬼推磨。 以前她能挑出我一百个毛病,让她儿子和我分手,连带着我送她的礼物都看不上。 现在我有钱了,她反倒没开眼笑,还能给我做吃的了,只是我拖鞋还没等换上。 李强就迫不及待地拿过我的包,翻了起来。 不是说好给妈一百万吗?你是给卡,还是转账? 紧接着,她翻出来一只金镯子,十分满意地和我说,就知道你懂事, 你们有的,我妈也必须有。 我皮笑肉不笑地看着她,这才是给你妈的。 我将手上的文件袋丢到地上,结果她妈只是看了一眼,就吓得瘫坐在地上。 哭嚎着,孩子她爸呀,你快睁眼看看吧,这儿媳妇还没进门呢,就开始欺负我了,我是真活不下去了。 随着她用力一推,文件带里的二十几张发票复印件,洒了出来,全是我在金店买首饰留下来的发票。 林林总总加起来,有十几万。 我盯着李强,你妈偷了我这么多首饰,我有说过什么吗? 我只是送我妹一个礼物而已,怎么就跟要了你的命一样? 我一把将金镯子拽了回来,三天之内,让你妈把金子都还给我,否则咱们法院见。 可第三天,我没收到归还的金首饰,反而在我妹的月子中心看到了李强她妈,我就出去吃个饭的功夫。 再回来,我妹的病房前就围满了人,然后李强妈妈尖锐地叫骂声,从病房传了出来。 你个臭不要脸的贱人,拿我们家的,带我们家的,真没见过你这么厚脸皮的人。 我心下一惊,猛地冲了过去,就见李强妈妈将我妹按倒在地,骑在我妹身上,暴力地往下撸金镯子。 地上洒满了水,我妹倒在那,毫无还手之力。 而李强妈妈边拽,还边打我妹,咒骂道,我儿子不好意思说,我来替她说,你要是再敢和你解药东西,我就连带你的孩子一起教训。 我气炸了,冲上去就狠狠地抽了她一巴掌。 你算老几,用得着你教训。 看着我妹被划伤的脸颊,我气得眼泪直掉,恨不得直接把她打死。 可第二个巴掌,还没落下,就被李强死死拽住。 她站在我身后,黑着脸。 你现在有本事了,连我妈都敢打了。 真是笑话。 她妈打我妹就行,我打她妈就不行了。 这是哪来的歪理? 我一巴掌抡了上去,我不仅要打你妈,我连你也要打。 可话音刚落,李强妈妈就将我扑倒在地。 她尖叫着,我儿子也是你能打的,看我今天不打死你。 猛烈地撞击,让我小腹一阵刺痛。 紧接着,大腿间有血流了出来。 晕过去前,我听见我妹抱着我。 大喊,快叫救护车。 再睁眼,是被医生吵醒的。 孕妇都两个月了,怎么能让她摔跤呢? 再晚点送来孩子都保不住了。 我大脑嗡的一下,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怀孕了。 而且,我和李强一直有做防护措施,怎么可能怀孕? 可看着李强一副了然于心的模样。 我瞬间明白了,在收到五百万版权费的第二天,李强就急匆匆地向我求婚了。 我当时太过惊喜,反应慢了半拍。 结果他就说,敢不答应,我就把你肚子搞大,看你嫁不嫁。 当时我以为他在开玩笑,没想到他真这么做了。 见我醒来,李强一副没事人的模样,将我搂在怀里开心道。 老婆,你怀孕了,我们有宝宝了,等你出院,咱们就赶紧把证领了。 紧接着,他又语气严肃道,你昏迷的时候,我已经替你向妈道过歉了。 妈说,看在你要给她的那一百万的份上,不和你计较了,还不快谢谢妈。 文言,李妈妈赶紧附和上,没事没事。 要是能多给我一百万,在多山阿姨几下都行。 他们母子俩开心地大笑,唯独我妹一脸自责地站在角落。 她还穿着脏了的睡衣,头发也乱蓬蓬的。 见我看她,猛地把手藏向身后,冲我挤出个笑。 可我还是眼尖地看到她手腕上的金镯子没了,手背上一片腥红的擦伤。 有些地方甚至还在往外渗血。 见她笑,李妈妈立马阴阳怪气地嘟囔道, 某些人啊,生下来就是吸血鬼,真希望我大孙别遗传到这基因。 她奶奶我呀,可经不起这么个吸法哟。 文言,我妹将头低得更低。 看着她的眼泪一颗颗砸向地面, 我的心口像被一块巨石狠狠压住。 我抓起床头的花瓶,猛地砸向李强的脑袋。 砰的一声,血顺着李强额头流了下来。 我神色严肃地说,这下是替你妈受的,你不冤枉。 我们能闹到今天这个地步,你有绝大的功劳。 我将手里的玻璃碎片丢在地上。 我妹的金手镯,还有我的金手饰,今晚不送到我手上, 我会报警处理。 还有,我认真道,咱们两个分手吧, 你和你妈今晚就从我的房子里搬出去。 这话让李强瞬间慌了。 他把我死死地抱住,说, 我马上就让我妈把镯子还给你妹。 你现在还怀着孕,说什么分手? 分手了孩子怎么办? 李强他妈也攥着拳头劝我。 是啊,打过胎的女人,可就是二手祸了, 没人愿意要的。 气氛再次尴尬。 李强立即大声训斥道, 你少说几句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紧接着,李强跪在我的床前。 要是打我,你能消气不分手的话, 那你打我吧。 他仰着脸,一副任我处置的模样。 我知道他为什么服软。 因为我有钱,因为我能赚钱。 因为他毕业后,一天都没工作过, 全靠我养着。 我心灰意冷,他能设计让我怀孕, 怎么可能轻易放我走。 想到这,我抬起胳膊, 一下又一下地向他扇了过去。 你们母子俩吃我的,喝我的, 反过来还要欺负我妹妹, 你不就是认定我不会和你分手吗? 我下了死手。 这次我非要分手不可。 李强的脸最后几乎被我挠烂了。 看着他灰溜溜地走掉, 我以为他不会再纠缠我了。 可我没想到,第二天一睁眼, 李强就跪在我的床头。 他的眼睛肿得跟核桃似的。 见我醒来,立马哭着让我原谅他。 我没理他,装样子而已,他醉会了。 可一个星期过去了,他还跪在这里。 一副我不原谅他, 就要一直跪着给我道歉的架势。 最后连给我打针的医护人员都被他感动了, 时不时地替他向我求情。 快出院时,我妹也给我发来信息, 说李强不仅把金镯子送回去了, 还给他煲了鸡汤。 看着趴在我床边睡着的李强, 我有一丝动摇, 或许他是真的知道错了。 但我一直没给李强好脸色, 让他风雨无阻地照顾了我半个月。 直到出院这天, 李强迟迟没来医院, 电话也打不通。 看着外面的大雨, 我有些担心地打开了家里的监控。 李强他妈总喜欢在家招待亲戚, 那些亲戚知道我写小说赚钱, 每个人都好奇得不行, 来了都恨不得钻进我电脑里。 为了防止东西丢失, 我特意在家安了几个针孔摄像头, 谁都没告诉。 我打算看看李强是几点出门的。 结果监控刚打开, 一阵交喘声传了过来。 书房里, 李强和我的小助理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 小助理是我大学的学妹, 叫张健妹。 她家重男轻女。 上大学时, 她一年的生活费只有几百块钱, 连学费都交不起。 听别人说我在写小说赚钱后, 她花了几十块钱给我买水果, 求我带她写小说。 我十分心疼她。 所以, 即便那时, 我的成绩并不如现在这么好。 我也愿意一字一句地去教她。 甚至在毕业后, 还在家里给她留一个办公位, 方便她随时写作。 可我没想到, 就是我这么掏心掏肺对待的人, 会在我住院期间爬上我男朋友的床。 请到深处, 张健妹抓着李强的头发, 问, 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和我结婚? 我还要等多久? 李强喘着粗气, 别急呀, 宝贝, 等我把他杀了, 就和你结婚。 我猛地一致, 本以为这是他们床上的情趣。 可下一秒, 李强的话, 让我如坠冰枯。 他说, 周小雅已经怀孕了, 再过两个月她的肚子大起来, 就急着和我结婚了。 等结婚证一领, 她的那些钱, 不就变成我们夫妻共同财产了? 到时候, 我随意赐她个意外死亡, 那遗产不就全是我的了? 她笑着去亲张贱妹, 宝贝, 我可是做了详细的杀人计划的, 你也不想我钱刚到手。 人就进监狱去了吧。 张贱妹嬉笑着反客为主, 这让李强心情大悦, 笑着说, 然后我就迎娶你这个小骚货。 手机里嗡嗡那样的声音还在继续, 可我却什么都听不到了。 我从来没想过, 谋财害命这种事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更没想过, 仅仅为了五百万, 我最掏心掏肺的两个人, 要联合将我害死。 冷静了两个小时后, 我预约了一个月后的人流手术, 然后收拾行李, 自己回了家。 似是忘记我今天出院, 李妈妈看到我先是一愣, 然后把我堵在门口, 大喊道, 哎呀, 小雅回来了, 怎么不等阿强去接你, 自己就回来了呀。 看着她不断向书房喊话的模样, 我轻笑着重新穿上鞋, 阿姨, 我还有个快递美曲, 先下去拿一下。 下楼后, 我打开监控。 果不其然, 李强和张健妹, 匆匆穿上衣服, 回到了客厅。 看着李妈妈面露不悦, 张健妹狗腿地跪在地上, 给她按脚。 我默默地关掉手机, 既然她们想杀一个专门写悬疑推理的作者, 那我就好好陪她们忙啊。 晚饭李妈妈做了一大桌菜, 张健妹也被我留下来吃饭。 饭桌上, 李妈妈疯狂暗示那一百万。 我笑着说, 阿姨, 前前段时间被我投到股票里了, 下个月我准备都收回来, 到时候我转给你。 我突然转变的态度, 让李强狐疑地看了看我。 这让坐在她对面, 和她装不熟的张健妹看到后, 立马不开心了。 张健妹露出她新买的金镯子, 故意夹我身前的菜。 然后茶兮兮地说, 小雅姐, 你怎么不把钱都放到阿姨那里啊? 他们老人家比我们会理财多了。 我要是你, 我就全放阿姨那。 我哼笑, 挑拨李箭, 她是有一手的, 可我也不是吃素的。 我胡周道, 是吗? 那你小说获奖刚得的五十万奖金, 要是有对象的话, 也全给他妈管吗? 闻言, 李强蹭地抬起头来看张健妹。 张健妹一下子慌了。 小雅姐, 你胡说什么呀? 我什么时候拿过的五十万奖金? 我笑, 别谦虚了, 全平台就你一个, 大家都传开了。 真的没有, 张健妹拿起手机, 急着证明。 看着李强, 脸色越来越臭, 我合时宜地放下筷子。 医生说我饭后要多运动, 我先下楼六弯了, 临出门前。 我抬起手机对张健妹拍了一张照片。 你这个镯子好好看, 你这个镯子好好看, 改天我也要买个袋袋。 李强是个急脾气。 李强是个急脾气, 我刚进电梯, 她就一巴掌扇到张健妹的脸上。 你想和我结婚, 还跟我玩心眼? 她浑身散发着力气。 真是看不出来呀, 张健妹, 今天要不是周小雅说漏嘴了, 我还被你蒙在鼓里。 赶紧把五十万转给我, 不然我打死你。 张健妹眼泪鼻涕忽了一脸, 疯狂地给李强看转账记录, 尖叫道, 我根本没有收款记录, 周小雅是瞎说的。 她越说声音越大, 你宁愿相信她, 也不相信我吗? 我坐在小区的秋千上, 关上了监控。 这场狗咬狗, 恐怕要好一阵才能消停下来。 可这都是开胃小菜。 我点开微信, 从黑名单里放出来一个人, 然后发了紧她可见的朋友圈。 一下子拿到五十万的奖金就是爽, 紧镯子都配上了, 我也要努力追赶才行。 下面配上张剑妹戴金镯子的照片。 照片里, 李强和李妈妈坐在两侧, 活脱脱一家三口的模样。 很快, 我的电话响了, 看着熟悉的IP地址。 我按了接听, 对方上来就问我, 张剑妹拿了五十万的奖金。 怕我不知道她是谁, 对面又说, 我是她爸, 我看到你发的朋友圈了。 我故作惊讶。 啊, 叔叔啊, 张剑妹确实拿了五十万小说奖金。 不过, 他说钱都给心爱的人管, 所以他把钱都给他男朋友的妈妈了。 听着对面骂骂咧咧的声音, 我说, 叔叔我劝他好几次, 他都不听, 不如这样, 我把地址给你, 你去劝劝他。 挂了电话, 我把李强家的地址发了过去, 还贴心地给他买了第二天晚上的车票。 张剑妹的爸爸, 我太了解了, 出了名的老赖, 整天喝酒, 打牌, 喝多了闹事, 输钱, 也闹事。 外债一大堆, 整天就知道和张剑妹要钱。 张剑妹为了躲他, 搬了无数次家。 大学刚毕业那会, 他爸甚至找到我这来了。 当时我很心疼张剑妹, 私下偷偷给他爸赚了五千块钱。 结果他爸把我也盯上了。 一直找我要钱, 我不给就扬眼找人弄我, 吓得我直接把他拉黑了。 我慢悠悠地在小区走着, 这让他知道赵强吞了他女儿五十万, 房顶还不得掀了。 第二天上午, 家里只剩下我和李强他妈。 我坐在沙发上, 特意把手机到账调成外放模式。 紧接着, 二十万到账的提示响彻客厅。 李强他妈从卧室冲出来, 眼睛都亮了, 问我, 你又发稿费了? 这个月发这么多呢? 我笑笑, 什么呀, 我在跟张剑妹他爸学买彩票呢? 闻言, 李妈妈瞬间不屑起来, 他爸那个农村大老粗, 还能有这本事? 他嘴巴一撇, 看张剑妹那副拿不出手的样, 就知道他爸也不是个好东西。 我白眼直翻, 这么看不上张剑妹, 那他儿子和张剑妹搞在一起时, 他怎么不阻止, 反而还掩护上了? 我故作惊讶道, 你不知道啊, 张剑妹他爸去年中了一千万的彩票, 而且连中两次都上新闻了。 我火上浇油, 张剑妹没和你说吗? 见他脸臭, 我又说, 不过也可以理解, 张剑妹他爸贼重男轻女, 就算是有钱, 也不会给张剑妹的, 可惜啊他爸就是生不出儿子, 媳妇也早早地死了。 李强他妈迅速抓住重点, 他爸多大岁数啊? 我说, 五十多岁吧。 李妈妈一拍大腿, 这不还能生吗? 我笑笑, 是呗, 听说最近在找老伴呢。 我靠近李强他妈, 不过他爸好鸡贼, 把自己打扮得可穷酸了, 然后装一身臭毛病, 刷掉了好多女的呢。 看着李强他妈深思的表情, 我知道, 陷阱已备好, 就差猎物来了。 下午, 我把家里所有贵重物品都装进包里后, 对李强还有他妈说, 我最近要去出差, 大约一周后回来。 然后我在家附近找了个酒店, 洗漱一翻后, 我躺在床上打开了监控。 张健妹他爸, 应该到了。 我想过他爸不会是什么体面人, 但我没想到他爸能这么邋遢。 监控里, 他爸长发胡子忽了一脸, 身上的衣服也都爆僵了, 比桥洞下的流浪汉还要埋态。 但他爸人狠话不多, 上来就要五十万。 这让张健妹彻底傻眼了。 他本就解释不清。 他爸这一闹, 李强更不相信他了。 双方都吵着和他要这五十万。 可他上哪儿拿这么多钱? 他这几年每个月也就能赚个生活费, 不然我也不用处处都接及他帮他。 闹到最后, 张健妹他爸往沙发上一躺。 好, 你们不给, 我就在这住下, 看咱们谁赖得过谁。 他爸没什么文化。 行为举止更是没素质。 没喝完的酒瓶子往地上扔, 抽完的烟头往地上扔, 甚至随时随地往地上吐痰。 短短两天, 家里造得跟垃圾场一样, 李强气得要报警。 结果他妈训斥道, 对待老人能不能态度好点。 我看他不像表面这么邋遢, 人还是很好的。 李强觉得不可理喻, 搬了出去。 怕张健妹把钱给他爸, 走时还把张健妹一起带走了。 这下倒是给李强他妈留出了空子。 他一天三顿饭地伺候张爸爸, 变了花样地给张爸爸做好吃的。 没几天, 俩人滚床上了。 一个月后, 李强他妈把李强还有张健妹喊了回来, 宣布他怀孕了, 是个男孩。 李强傻了。 你和谁的? 你什么时候谈的恋爱? 我怎么不知道? 李妈妈老脸一红, 是张健妹他爸的。 李强整个人暴走, 他邋遢得像个流浪汉似的, 你不嫌恶心, 我都嫌恶心。 这时候张爸爸敲着二郎腿, 在沙发上磕着瓜子, 哼笑道, 说得好像你妈是什么香菠菠似的。 要不是你妈上赶着要给我舔脚, 我还不搭理她呢。 这下, 李强彻底疯了, 冲上去就要打她。 结果李妈妈冲在前面拦着, 威胁道, 你把她打死了, 我肚子里的孩子就继承不到全部的财产了。 这下, 换张健妹傻眼了, 继承什么财产? 李强妈妈, 白了她一眼, 少和我装了, 小雅都和我说了, 你爸去年中了一千万的彩票。 她去抓张爸爸的手, 摸向自己的肚子。 你说的传儿不传女, 我给你生了儿子, 你就要把钱都给儿子。 闻言, 张爸爸一巴掌扇, 将他扇倒在地。 为了不给那五十万, 你们是什么都能编出来啊? 少在这给我演戏, 你就是生一百个儿子, 也得把那五十万给我。 李强气炸了, 冲上去就和他撕打在一起。 一时间, 房子里乱作一团。 更无人注意到, 李强妈妈的腿间开始流血。 最后, 张健妹大声地说, 是不是周小雅告诉你我赚了五十万? 得, 被发现了。 我把手机锁上停, 老老实实地躺在病床上。 五分钟后, 护士将我推进手术室。 麻醉前, 我摸着微微隆起的小腹。 是妈妈对不起你, 如果还想做我的孩子, 在适合的时间再来找我好吗? 只是我没想到, 短短半个小时。 再出来, 外面就变天了。 等我睁眼, 我的电话、 微信、 短信, 凡是我有的社交平台, 全被打爆了。 手机硬是卡了十多分钟, 才能正常使用。 我上了微博热搜, 被李强实名举报。 近二十分钟, 我就被顶到了热搜第一, 甚至超过了某明星官宣的热度。 举报全文有十几页, 条理清晰地罗列出, 我抄袭、 诽谤、 出轨等等一切歪曲的事情。 还说我卖了版权的小说, 是抄袭了张建妹的创意, 还利用身份压迫张建妹为我代理。 说我品行不端, 小说里呼吁大家三观要正, 品行要好。 结果私下烟酒都来, 还因为卡文, 情绪不好, 打婆婆发泄。 举报的内容排列有序, 一条比一条乍列。 虽然是以李强的口吻发出来的, 但我一眼就知道, 是小助理代笔的。 因为这种排序, 写作风格, 是我当初一句一句教他的。 一时间, 我像只过街老鼠, 曾经忠于我笔下人物的读者们, 纷纷跳出来, 人肉我。 那些不分青红皂白, 只知道跟着舆论跑的网友, 更是跑到我的小说下面, 一顿喷粪。 甚至有组织的, 制作出详细的举报流程, 呼吁大家都来举报 我的小说。 我被顶到了风口浪尖上, 小说平台编辑给我发来微信, 问我要不要关闭评论。 我笑, 我的文可是经过平台层层审核后, 发不出去的。 有违规的地方, 平台早就把我封了。 我反安慰她, 没事, 正好给我充充阅读量, 给我赚钱, 何乐而不为。 紧接着, 我妹的电话也挤了进来。 我说, 放心, 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 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这段时间, 把手机关机好好带娃。 挂了电话, 我也把手机关机出了院, 只是回酒店的路上。 出租车司机仔细打量了我一番后, 冷哼了一声, 然后当着我的面, 打开了黄色视频。 里面和我一模一样的脸, 正在做一些不堪入目的事情。 我这才知道, 李强和张剑妹为了把我彻底打垮, 不仅在网上举报我, 还给我换脸了黄色视频。 而网友呢? 对这点东西真的不要好奇心太重。 国家发布什么重大事情, 没人关心, 但是有谁的花边黄色, 那可是一秒钟能传上万个人。 临下车前, 司机不屑地咒骂。 该死的婊子, 就你这种人还写小说, 简直是误人子弟, 我要每天去举报你一次。 我不以为意, 将手机界面冲向他。 刚好, 我也把你举报了, 接下来你可以天天在家里举报我了。 回到酒店, 我拖着虚弱的身子, 开始梳理这些天准备的视频和材料。 只是网上的黄色视频发酵得越来越厉害。 我不得不先丢出去个炸弹, 吸引火力。 我翻出来李强和张健妹的聊天记录, 发了出去。 聊天内容很简单, 8月5日, 城家酒店706。 9月12日, 城城城家酒店314, 带碧运套。 10月19日, 城城家酒店822, 我带个朋友一起行步, 宝贝。 基本上都是李强主动邀请, 然后张健妹统一回复好。 两人没一句废话, 发出去之前还是老样子。 我配了一条打马的视频, 两个小黄人在翻腾跳跃, 说话却一句比一句雷人。 周小雅已经怀孕了, 再过两个月她的肚子大起来了, 就急着和我结婚了。 等结婚证一领, 她的那些钱就变成了我们夫妻共同财产, 到时候我随意赐她个意外死亡, 那遗产不就全是我的了? 宝贝, 我可是做了详细的杀人计划的。 你也不想我钱刚到手, 人就进监狱去了吧。 一阵娇喘声后, 男人的声音继续响起, 然后我就迎娶你这个小骚货。 视频的最后, 我故意将张贱妹和李强的脸露出一点。 很快, 舆论开始反转, 大家悬崖勒马般, 转身去攻击李强和张贱妹。 两个贱人, 出轨不说, 还谋财害命, 祝你们今晚出门就被车撞死。 这女的不是A大带大的作者吗? 她怎么知三当三, 插足A大的感情啊? 还有人将视线聚焦在聊天记录上。 这俩人, 除了开房就是开房, 怪简洁的嘞。 替博主感到气愤, 倍率还要被造谣。 大家纷纷为我发声, 将我抬到道德的制高点。 可我觉得没意思透了。 这一万个为我呐喊的人里, 没准有9999个刚刚在网抱我。 肚子开始剧烈疼痛, 几乎是一瞬间, 我的额头就冒出了冷汗。 我咬着牙在电脑上敲出未完待续, 明日继续爆料后就全缩在床上。 可下一秒, 我妹哭着打来电话, 姐,宝宝丢了, 宝宝在超市被人抱走了。 他话还没说完, 李强的电话就挤了进来。 他说, 赶紧把五百百万打到我的账户上, 限你五分钟, 否则我就杀了你妹的孩子。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 连忙要去转款, 可我刚输入一个数字, 对面一句别动, 双手举起来, 又让我活了过来。 刚刚在出租车上, 我在监控上目睹了, 李强是如何失手杀死张健妹她爸的。 下车后, 我迅速报了警, 只是没想到, 在我写辟谣稿件的这段时间里, 李强会选择去偷我妹的孩子, 以此来威胁我要钱跑路。 听着听筒里, 宝宝的哭声不断传来。 我又打开了监控。 画面里, 张健妹的爸爸浑身是血的倒在地上, 张妈妈趴在她身上哭得肝肠寸断。 四名警察正将手铐, 靠在李强的手上。 而张健妹则瘫坐在地上, 抱着孩子吓傻了一般。 我急切地对着监控喊, 警察同志, 孩子是他们偷的, 请你帮我抱一下孩子, 我马上来接。 我突然发出来的声音, 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张健妹更像是拿了一块烫手的山芋, 立马将孩子放到警察的手上, 解释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孩子是李强抱回来的, 因为有我的监控记录。 李强的判决结果很快就下来了, 六年有期徒刑。 这让网友很不满。 所有人都觉得他只是没机会故意杀人而已, 为此对他的判决十分不满意。 后来我听说他所在的监狱里, 有一个我悬疑推理小说的真爱粉, 还是个无期徒刑。 这辈子就想亲眼看见我。 为此, 我特意向监狱提出申请, 可以为大家开一场线上文学分享会, 并且分享会结束后, 我托警官将我的新书大纲送给那位无期欲友, 甚至还贴心地给他带了一句话, 如果你知道我本人的真实故事, 就会知道我为什么想写这个故事, 而我又为什么要送你这本书。 李强被判刑的第二天, 张剑妹在网上发布了长文为我辟谣。 虽然我已经解释得七七八八的了, 可造谣一张嘴, 辟谣跑断腿, 直到他的出现, 这段让人有些遗忘的事件, 再度被翻了出来。 文理, 张剑妹实名承认, 李强的举报信是他代写的, 主要是污蔑我, 想借用网络暴力, 逼我去死, 他们好摊下我的财产。 还强调, 那些黄色视频是他和李强压换脸的, 并不是真的我。 说真正抄袭小说梗的人, 是他不是我。 一一澄清后, 他还特别地感激了我, 说我在他生活很苦的时候帮助了他, 不厌其烦地教他写文, 甚至在知道他抄袭我小说的时候, 为了让他赚钱, 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本来注意这件事的人并不多, 可当天晚上, 张剑妹跳楼了, 因为网友纷纷让他去死。 你们能用网报逼人去死, 我们也能逼死你。 托里强和张剑妹的福, 我卖的影视版权未播鲜活。 制片人开心坏了, 转头又买了一篇我的小说《影视版权》。 他说, 本来就很看好你这篇文, 还在犹豫中。 你这是一闹后, 你的为人我更信得过了, 所以直接敲定。 他把我夸得天花乱坠, 但我知道都是套话, 一个商人, 只看价值, 不看人品。 不过我依旧舔狗一般地把他夸了一圈。 毕竟, 六百万的版权费, 可不是比小数目。 有人为了五百万, 还想害我命呢。 几个月后, 我陪妹妹去医院, 给宝宝打疫苗。 结果刚从医院里出来, 就看到一个像乞丐一样邋遢的中年妇女, 挺着个大肚子。 逢人就说他儿子要继承两千万财产。 大家都嫌弃躲开, 觉得他是个精神病。 可失现交汇那一瞬, 我认出来, 这是李强他妈。 他们好像也认出我来了, 抓起兜里的钉子就向我挥了过来。 我抱着孩子闪躲不及。 背过身子正准备挨着一下时, 我妹拎起她的帆布包, 就砸了上去。 看着她挡在我面前的样子, 我仿佛又看到了十年前, 爸妈同时去世后, 她坚定地站在我身边说, 你去上学, 我来供你。 一切都尘埃落定后, 我开了一篇新闻。 第一行字我写, 我妹生孩子, 我送给她一个金拙。 男友知道后不开心了。